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实话没有认真想往音乐道路上走 就觉得自己是喜欢这个有这个爱好 在自己生日的时候想和自己喜欢的wapper有一个合作 参与在其中的那种去享受那个过程 对 太多难忘的事情了 江业的许景在新疆在贵州或者在很多地方 他那些景都特别美 还有就是我们演员之间的摩擦出来的火花 一起拍戏创作一些东西 其实每一件事情整个过程 我觉得是个特别难忘的过程 对对对 有时间的时候会去上台词课 但是一跑通告或一进组了过后 机会就比较少一点 剧组沟通的多交流的多了过后 其实会被他们带着去进步吧 还好对还好有看有看过 然后当时是101的小姐姐在那个台上跳舞 然后我旁边看我坐着周围 然后我就说让你快你快上去也跳一个 然后他就他就不搭理我 不搭理我我就给他跳了他们的舞 真的就骚到他那种 我觉得跳舞这些事情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 没有说之后自己想去做一个dancer 或唱跳这方面的东西 能活跃气氛 能自己觉得开心 大家一起蹦滴 对 印象最深的是那辆自行车 造型做的很像哈雷摩托车的那种感觉 荧光绿的LV的那个印花的皮质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酷了 骑上街一定很拉风 旅行带 有两三个都是LV的那种旅行带 就是斜跨的一个很 这个很方便又很时尚的单品 还有墨镜 因为我旅行喜欢去海边 耳机吧耳机 对算了不是耳机 换成低音炮 换成低音炮 对一个人听不住大家一起喊 大家一起喊 鞋对球鞋必须要带 穿着自己喜欢的鞋去走很多很多地方 不一样吧 就是这个活动经修图这个东西是一个你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但是深途的话其实就是大家用手机拍的一个在街上看到你的这种两个东西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没什么好比较的对 拍杂志进来了遮脸 插兜 不要头发 没有我真的是我的飞机赶不上了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在重庆那一次我去吃火锅 然后在机场去百米冲刺 然后我当时在飞机上我的那个胃里面简直在翻江倒海都快吐了那种 但真实是因为我赶不上飞机才那么怕的 开玩笑那必须满分 必须满分 如果不考虑外界因素除了艺人你更想做原专业的空乘 还是想搬家里开船链 当然做空乘了 但我觉得做空乘的话你可以飞到就是全国各地 哪怕全世界生活会精彩一点 下一个问题有机会的话之后更想尝试武打片还是文艺片 都是很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二选一太选不出来了 个人的话选武打片吧 长时间工作后的一个周末会选择去打球 还是在家葛优滩 当然打球了呀 那葛优滩那就是咸鱼 那就是咸鱼 如果能回过去的话 那之前那首告白气球会选择假场还是真正 我会选择提前把话筒拿在嘴边不放下来 这个可以吗 外出时帽子和胯包只能选一个的话 选什么 那就看了做没做发型了呀 没做发型的话那就帽子 做了发型就是胯包 ible ка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